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再惊动老爷了 三姨太 弄不好 你可是会小铲的 袁妈 我没那么严重 云端儿 来 我抱抱 你很悠悠的点啊 没事 你会没事吧 老爷 老爷 我挺好的 你看云端儿看见你就笑 来了 来 让干爹也抱抱 你慢点 好喽 哎呦 让干爹抱抱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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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儿 你说这没爹没妈的孩子吧 比有爹有妈的孩子还福气 你说 这就是命里注定的 他是托老爷的福啊 我 我 你说这旺儿啊 怎么就这么悲气呢 这养得好好的 说没就没了 说没就没了 我是真不明白啊 白家 想要个儿子就这么难 老爷 您放心 三姨太 这回一定会给您争气 一定会给您生个代霸的 广播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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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听见你找我 我这就心惊肉跳的 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吧 我刚才把梅兰狠狠地叫下了一顿 她没疯 她是得了心病 我现在不想听这么多 我为了白家能安宁 能让我们两个耳朵根子能清静 我决定修了她 不 老爷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现在 我改变主意了 不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跟我玩把戏吗 老爷 您仔细地想一想啊 望儿没了 梅兰现在又得了病 你这个时候修了她 您对上对下能说到过去吗 你让我修了她 我说不能修啊 我现在想通了 你现在又来阻拦 我说你这不是 不是存心找麻烦吗 老爷 我也经过再三考虑的 仔细想来啊 梅兰真的不容易 自从她嫁到白家 她肚子又没空过 不 她硬是给您生个大儿子 她硬是给您生个大儿子 问题是现在她要害云儿 这云儿怀孕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云儿都跟您说了些什么 她怎么这样啊 表面她挺护着梅兰的 背地里她捅不你 修掉蔚兰 不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鱼儿什么都不知道 前两天您可是犹犹豫豫的 这怎么今天 您这弯子转得也太快了吧 这件事情呢 就这么决定了 反正你现在什么都别说 老爷 好 要是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明儿会回城 把事情办妥之后 我回来就把这事办了 老爷 你 夏琳啊 您都看到了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心狠 要赶梅兰走呢 太太 前几天在书房 您不是也劝老爷 把她给修了吗 今天怎么变卦了 我那是试探试探老爷 我没想到 他真狠得下心啊 老爷的心才没那么狠呢 肯定是有人 在背后挑唆他 对 人性格肚皮啊 望儿的死还是个谜呢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老爷 你这次回来 我没有夫妻伺候你 我能这么看见你啊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呀 老爷的厚爱 云儿受之有愧 对了 我明天呢 就要回城里去 我走了之后啊 你可要好好地珍惜身体啊 你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城里不是由你的小舅子 我去帮你忙吗 他 你说他能帮我什么忙啊 他整个就是一个败家子 所以说呀万事求人难哪 那李掌柜的 也不能帮您的忙吗 我就已经让他告老还乡了 为什么 这白家的事吧 一时半会儿呢 跟你说不清楚 你呀 就是好好地养好身体 帮我生个儿子 那个事我再慢慢地告诉你 老爷 你千万别为难 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 大院里的事 你不用扫心 都是从瑜伽娶回来的人 你说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了 你说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了 老爷 我给你讲个笑话听吧 好啊 这云儿啊 还会讲笑话了 那我真的要喜而恭听了 这么晚了 是谁呀 你还是不是没来用到事了 你快去看看 到底是谁 老爷 你 什么事吧 我有事情要向您禀报 有事情呢 明天去找太太说 这么晚了 我该歇息了 老爷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啊 月儿 你早点歇息吧 我去就回来 你放心吧 老爷 我来 我来 你 我去 你们 我来 你看 我来 你 老爷 您觉得是二姨太好呢 还是三姨太好啊 你找我到这儿来就是问这些啊 您先回答我嘛 我自有道理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还用说吗 老爷 您说对了 这明里的事呢 大家都好辨别 可是这暗里的事就说不清楚了 你想要说什么呢 你就直接说 你别在这儿绕完子 老爷 您不觉得望儿的死很蹊跷吗 是啊 是很蹊跷 你发现什么了 老爷 您想啊 这望儿是二姨太生的吧 这二姨太总不会去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吧 你说下去 这望儿已经归到太太名下抚养 是太太巩固自己在白家地位的基础 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害望儿吧 还有啊 就是大院里的其他人 望儿的存在并不影响他们的地位 所以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人对望儿是忌讳的 你是不是怀疑三姨太老 老爷 您猜对了 不是怀疑 是肯定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呢 凭 凭我聪明的判断啊 简直就是无稽之贪 我告诉你 这事就不能再提了 你要告诉第二个人 我连同你一块赶走 老爷 人心隔肚皮您不能不防 为了您 为了白家 我什么都不在乎 好了 你下去吧 老爷 我知道 您哪 最疼三姨太了 其实这件事呢 您自己心里边也有数 只是不愿意说出口 所以憋在心里边难受的话 老爷 您坐下 我给您捏捏背吧 下去听见没有 老爷 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在这儿听你胡说八道 赵妈 二姨太最近身体不舒服 给她做一些可口的饭菜 太太 今儿一大早 老爷走了以后我就做好了 文君姑娘已经给端过去了 好 太太 云儿 有什么话直说 总藏着掖着的 我非常不舒服 太太 我想求您件事 说吧 什么事 您看看这个 这怎么在你这儿 是我在我房间地上捡到的 香菱 下去 是 太太 你什么意思 说吧 太太 我求求你 舅舅我梅兰姐吧 她要知道老爷要把她修了 那会出乱案子的 你觉得老爷应该怎么做才对呀 说回这个成名 请大夫给她看病吧 我可以天天来照顾梅兰姐 还有呢 太太 你想啊 梅兰姐她娘 刚刚去世 现在 忘儿也死了 如果这个时候 老爷要是把她修掉的话 那就等于 拿刀子往她心上扎 如果她要是被逼得 走多无误 太太 那梅兰姐是必死无疑呀 你别演戏了 你以为别人都是阿斗 看不懂你编的这出戏呀 太太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 人也是你 鬼也是你 要不是看你现在有孕在身 我让老爷第一个修掉的就是你 太太 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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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姨太 你怎么来了 妈 三姨太 你怎么了 太太太冤枉了 我该怎么办 你别急 你坐下 慢慢说 发生什么事了 月妈 老爷要把梅兰姐给修了 这有这事 您怎么知道的 昨天晚上 老爷去我那里 不小心 把写好的修书丢在那了 我今天拿着修书去找太太 我本来是想 是想给梅兰姐求情的 可没想到 没想到却惹了太太一顿骂 她骂你干什么 她说 她说是我家算老爷修掉梅兰姐的 月妈 太太的花像刀子一样扎人的心 她怎么冤枉我我都无所谓 我也不在乎 可是这件事情 要是被梅兰姐知道了 月妈 我就是浑身都是嘴 我都说不清 不知道她又在刷什么花招了 看她的样子 好像也不同意修掉梅兰姐 所以 所以她才训斥我的 三姨太您哪 真是太善良了 大太太这个人阴险毒辣 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她做不出来呀 她现在啊 是把你和二姨太耍得个团团转 连老爷都看她不透 好多事她是瞒着老爷做的 你要是再不防着她 稍不留神 就会钻进她设的圈套里呀 月妈 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可是现在最要紧的 是让老爷收回成命 千万不能休掉梅兰姐 我们现在得小心谨慎 合计合计 该怎么办 太太 太太 我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 说说看什么喜好事 我发现袁妈 是装哑巴 太太 您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 说下去 刚才 我看见三姨太进了袁妈的房间 袁妈神色慌张的 出门张望了一下 就把门给关上了 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三姨太到袁妈那儿去看云端 是很正常的呀 用不着遮遮掩掩的 所以我就在门外偷听 只听见里面啊 里面怎么了 我听见里面 鸡里咕噜的 听不清楚说些什么 说完了吗 去把文君给我交来 太太 您别以为我是无事生非 我对您是最贴心的 您得防着点他们 怎么那么多的话 去吧 是 太太 是 来 往哪散开 李兄 老爷福恩 来 这边请 你别说你穿这绳新头 还认不出来呢 这还不是在您的指导之下 才有所斩进呢 这年头啊 人性不古 不得不防啊 我也是顾忌你的安全 老爷的英明 我佩服得很啊 对了 这个德望钱庄呢 我还暂时不能去 等把这老钱庄的钱 全部转移完了之后 我再另做打算了 现在所有的老客户 都把钱 还给了德望钱庄 老爷您放心 我说李掌柜啊 你真是怎么白家的好伙计啊 这老太爷 真没白栽培 老爷您千万不要这么说 当年要不是老太爷收留我 我早就成饿死鬼了 没有白家 就没有我李贵的今天 白家的恩德 我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呀 好了好了好了 你就别这么说了啊 对了 你这失散多年的姐姐找到没有 我就这么一个亲人 失散多年也没有阴心 听天由命吧 二姨她 刚才文君在我不好说 我真是为您打抱不平啊 那个云彩儿 原本是您的丫头 现在居然成了老爷最宠的人 连太太都得让她三分 妄儿走了 我也什么都不在乎 只要老爷还能认我这个姨太太 我就有机会再为她生涯了 你笑什么 我笑您太幼稚 太自以为是了 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儿做梦呢 做梦 总比作恶强 我现在 再也不听任何人的挑补了 二姨太心胸果真开阔 连老爷准备把您给修了都不在乎 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 老爷把修书都写好了 只要他一回来 就会宣布把您给修了 你再胡说一遍 老爷 刚才三姨太 还去把修书给太太过目呢 我亲眼看见的 三姨太说 是老爷临走前留给他的 好啊 真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他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了 修书在哪儿 不知道 可能还在三姨太那儿吧 这个四蹄子 烦了你了 你给我出来 人呢 这四蹄子 你给我趁在哪儿呢你 你想害我 美兰姐 您在干什么 你 你装什么算你 你说 你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 美兰姐 你要找什么 我帮你找 你装得也太像了啊 云儿 你想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门也没有 美兰姐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是吗 好 那我让你明白明白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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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美兰姐 你不要接受美兰姐 不要 美兰姐 美兰姐 我求你了 不要 你想要什么 你也随便拿 你还不拿出来 美兰姐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你想要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随便 你想对我怎么样都好 可是 你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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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兰姐 我求你 你 你感到爹娘的味儿了 你今晚不要伤害她 今晚不要伤害她 今晚不要伤害她 救救 美兰姐 你到底要什么 你说呀 美兰姐 你 你手在这儿撞开你 我进来 你说东西在哪儿呢 你最清楚要什么了你 你拿来 你拿来 你拿来你 进来 太坏妆了 一号 你vl not 这件事 只有你知我知 想好了告诉你生 白家委屈不了你 你怎么跟个耗子似的 我打个招呼就溜进来了 您不是说佛堂圣地不得喧哗吗 你总有理 文君 你下去吧 是 太太 没叫你 你来干什么 太太 刚才我经过三一太的房间 听到二姨太又在里面闹了 不可能 她现在都好了 怎么可能又来了吗 好像是在为云端儿的市场 这不是无力取闹吗 就是就是 二姨太的脾气要是能改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让他们闹去吧 再也不管他们了 你也别兴灾乐祸地看热闹 没你什么好处 下去吧 太太 我也不想管闲事的 可是 你也不想管闲事的 三姨太好像出事了 三姨太好像出事了 只要不是要命的事 甭管她 听说 是大出血 你怎么不早说 我 我真要说呢 您就说别的给岔开了 你让钱贵去请大夫啊 那钱贵已经去了 新许沈大夫已经到了 你赶快过去看着点 回头 让沈大夫到客厅去找我 是 太太 来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这胎儿能不能保住啊 啊 那应该是 因为你赶紧到 mín使用 三姨太快 是不是 叶子 between 你赶紧到哪儿 还是 因为可能 你赶紧到哪儿 你有没有 我 两句 你 你 沈大夫 沈大夫 你辛苦了 你请坐 哪里哪里 太太才是大院里最辛苦的人 沈大夫 三姨太 不会有什么大碍吧 太太 实不相瞒 三姨太这次内外大伤 难以复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三姨太这次肚子里的摊 不但保不住 而且恐怕今后 这没外人 你把话说完 三姨太今后 恐怕再也不能怀孕了 我也是无能为力 太太 您怎么了 您可不能倒下呀 太太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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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凌 宋婶大夫走 是 太太 是太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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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的事 我看啊 这院子里 有您的克星 你说的是于梅兰 是 那不是 他倒想起什么大浪呢 那就是于儿 是猜对于儿 还有就是那个原老婆子 您别猜了 现在整个院子里的人 都在兴奋总统或是摸鱼呢 怪不得今天相邻跟我说 他说你原老婆子 是假牙巴 我还以为他挑事 您自以为聪明 现在这个院子里 没有一盏是省油的灯 包括忘形那小子 那你说该怎么办 一个一个收拾呗 要是原老婆子把换孩子的事 给说出去了 那怎么办 我谅他也不敢 事是他亲手做的 他造的孽也不轻 他说出去 那不是拿屎丸子 往自己头上扣吗 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 你说的过人有道理 可我说的是外衣啊 那咱们 就要凝点神 一有风吹草动 我羡慕他给灭露 有你在 我心里踏实多了 放心吧 这白家大院 早晚是我们的 我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 要等到什么时候 只要有衣服我怀上 不管是男是女 咱们 再使他以后丢包机 然后 我给我就把伙子给做 咱们的心愿不就留了吗 二房 老东西不喜欢 三房又出了这种事 现在看来我的地位是朝不保夕啊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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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幸亏老东西不喜欢她呀 您听我的没错 二房屋里那个丫头 我看挺老实的 做司仪太正合适 我今天试探过了 她好像不愿意 不愿意那是假的 您真娶她当四方 你看她愿不愿意 你说得也对啊 这回你的祸可创大了 看老爷回来怎么收拾你 我恨死那只小狐狸精了 这是她应该得的报应 云儿遭此不幸 您应该有恻隐之心 我现在给你指出两条路走 幸亏老爷还能原谅你 燕娇姐 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了 你听着 一 你主动把玉儿还给云儿 还有呢 二 你重新讨到老爷的欢喜 再为他生个儿子 那要是两条路都不走呢 我就给老爷娶四姨太 燕娇姐 你那心 你的狼还狠呢 我再狠疑狠不过你这只 暗地里下毒制人死命的狼啊 太太 小舅爷从城里来看您来了 他人呢 在饭厅耗着呢 告诉他我马上过去 是 太太 梅兰 望兴来了 咱们一块儿续道续道去 他 他俩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没关系啊 他不是你表兄吗 走 早去 望兴 梅兰 姐姐夫安 你姐夫刚回城 你怎么这个时候跑这儿来了 正因我姐夫回城了 我这不有时间 过来看看姐姐 和我那小外甥了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望儿他 怎么了 他不欢迎我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